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蛋炒饭 酱油炒饭 做任何炒饭 不管你用新鲜的饭还是隔夜的饭 那个饭都不能做得太湿 如果太湿的话就像一团糕 你有再好的手艺 都做不出好的炒饭 今天我准备了一根广东腊肠 一根青葱 一个蛋 还有些隔夜饭 腊肠啊 蛋啊 这些辅料 你都可以加加剪剪 葱把它切成葱花 腊肠切成这样的薄片 饭要打打松 尤其是隔夜饭 要把它分成这样一块一块小块 不要一大块放进去 不容易炒 接下来我们就开火了 今天我用猪油 用什么油啊 用多少油 水你的喜好 先把香肠放进去 先炒一下 炒到香肠肥的地方 变透明了 我们就把它推到锅边上 打一颗蛋 把它这样打松 待它结块后 我们就把葱放进去 翻炒一下就准备放饭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火要转小一点 否则放下去的时候很容易沾底 放受热以后它就会变松软 然后你就用铲子这样把它一点一点打松 这个时候火还是不能变大哦 还是要小小的 待饭全部松散后 我们就开始调料了 我们先放酱油 手上没树的话 我们就用勺子 省得一下倒下去 倒多了就也就不了 我们先用一个tispoon 然后翻炒一下看 老臭放多少自己调节 如果喜欢生就多放一点 那如果酱油多放的话 就意味着你盐要少放 拌匀后 到你喜欢的颜色了 我们就开始放一丁点盐 少许糖 我每个菜做每样东西 我都会放点糖 就像味精一样的用 这个时候开始转大火 用大火 然后让它炒到滚滚烫 那这个酱油干炒饭 就可以装盘了 好嘞 酱油的醋味 咖啡就醋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